好同学那我们现在呢就约束一下尺寸 同学建立一个新的 要不要存这个不用存 取消 一样建筑样板 确定 又来到这里了 然后我们的UN 刚才有用过了 那你说老师我记不住UN 这里有管理里面 会有一个叫做单位 专案单位 这就是UN 它有一个括号嘛 你看它括号UN 然后通过这个长度先预率换成公分 好那我换好了 然后接着的话呢 一样我们的那个先画值的 值的长度是13 就是1300 1300公分 那同学从墙面这里开始 那它预设墙面是什么 这个什么double这个 有没有我们预设的墙面有 同学呢 一样 同学呢在墙面这里 我们想要做的是 制定15公分墙面 制定15公分 可是它这个一做 就是这什么double brick 同学找一下 同学找到那个generic的一般的20公分墙面 这个 这是20公分的 好 然后它的高度呢 换一下 高度换一下 好那我们先画一个 把它换成位连接 就是说我们等下再来约束到 倒雕到哪里去 然后它位连接高度是400 400 同学记得喔 换20的 20搭配400 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了 同学呢 这个 在画的时候呢 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准确的画到13 13公尺 就是1300公分呢 同学用打字的 你打1300 它可以接受打字 好那我这个就好了 接下来呢 这个长度的话 哎 我们这个比较长一点 这里是20 2000 好那这里再过来 假设这里是800 我们最后把它对齐喔 那这里是2000的一半 1000 最后这里有对齐功能 同学看一下到这里可以对齐 然后再连回来 然后它没有什么封闭的喔 好那我这个新的就出现了 可是 跟刚才的差距是 我这个都有尺寸 同学呢 你在点击的时候 它这里都会出现尺寸 好有看到 每一个尺寸都有出现喔 好那这个画完之后 我们就来到北 刚才是南嘛 现在是从北 就从上面看下来 然后立面的北 叫做North 你会看到中间有那个 折线 就代表说 它那个转折点 那通常我们这里可以切到 秒影 然后这个可以切到中等 切到3D 那我们画出来的形状是这样 那说它怎么会超过这个 因为它这里其实有一个 边界线喔 同学呢 从这个Level 1这里来看 它只有一个边界线 那如果说你边界线 要动的话也可以 也可以 这个等下可以动 那你在画的时候呢 也可以去调整位置嘛 好那现在呢 最近同学呢 先画出一个有尺寸的 我们刚才画都没尺寸喔 那接下来这个是有尺寸喔 这13 然后这个是 这是13公尺 这是20公尺 其他随便你画 画面还给你 刚才墙面是这样喔 不管你做的高度是什么 这个没有差啊 为什么点一点会看不到呢 同学我们来看一下 难力面 就可以知道喔 同学呢 请注意看喔 这是一楼 然后这是地下一楼 Ground floor 那它在做的时候 我们现在先到Level 1看一下 同学按下墙 然后它有两种喔 请注意一下 它有深度跟高度 未连接这些东西嘛 好同学那你在建立的时候呢 你可以在外面先画一道 你看 我这个是点的道 啊这个是点不到 我是点不到 那我们现在再回到难力面看 所以整个结论就在这里喔 如果你一开始没有说要高度 它就往下重了嘛 跟刚才柱子一样 所以同学呢 我们这里再做一个 如果说你有这种情况 你要再做一个 好那我们现在回到难力面 同学学会把东西删掉很简单 拉个框 这跟CAD一样 不要去删到这种线喔 你就这样拉 就不见了嘛 很快 然后我们再回到上试图 再做一个 就是Level 1这里 那我现在要做的呢 还是一样20公分的墙面 然后我这次要换成高度墙 但是我在画的时候呢 再特别注意一下 跟他一样的尺寸 这是1300 然后这是2000 其他就随便的啦 其他就我同学就画出一个 我们要的大概尺寸就可以了 好同学画完之后呢 他会发觉一件事情喔 我们在难力面看起来 这个时候是从地平面往上 这次是对的 下一个操作的话 我们同学就更改高度 就是我们现在要学的 然后选到 全部选喔 同学眼睛看一下 他这个不连续高度 我们把它改成350 套用 记得喔套用 你要发觉他变矮了 他变矮了 350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3D的地方看一下 我们要帮他做个屋顶 最简单的屋顶 可是屋顶是在二楼啊 我们现在连二楼的线都没有 所以同学呢在学会 怎么把楼层线做出来 你刚才只是画墙面而已 对不对 我们学一下楼层线 楼层线在 南力面这里可以看到 他这个有level1 对不对 楼层线的指令在这里 找一下 然后他在画的时候 先画的是尾巴 后画的是头 朋友 有没有level2了 有点一下 那level2呢 我们要搭配我们的3米5 所以同学点击之后 同学呢 把这个650 改成 不管你是多少 没关系 你就把它改成350 就对了 记得 先画的是尾巴 后画的是头 好那这样子 才能完全符合 我们现阶段的需求 同学我们总统看一下 一楼在这里 有没有二楼在这里 好那我们先做到这里 同学呢 你还没有做完呢 先修正一下 你不可以画的墙 是从一楼往下 那是在建地下室 好那现在画面还给你 早上是对这个软体有一个基本认识 我们选择透过各个面向的切换 反正切来切去 你一开始不习惯切久就知道 一定是level1 sounds 3D 这三个四角互切嘛 那之后还有相机 好那我们现在做完之后 我们现在要做屋顶 那首先我们假设在level1 然后屋顶在哪里呢 在这里 可是你一听就觉得怪怪 在一楼做屋顶 没关系我们现在不懂 我们试试看 那你就用线 把这个围起来 假设屋顶是跟 墙面有点距离嘛 这样才能够遮雨 我看一下 好画完了 那这种粉红色的线 央红色的线 就是屋顶的边界线 我把它打勾 那这个要不要贴到屋顶上 是 好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3D表现 这个储存不用了 那他来看一下这个 苗影 就怪怪的 你的房子不见了 因为你这样做 等于说全部把你的墙盖住了 而且它上面的墙 为什么没有凸出去 因为你刚才不是说要贴附到那里吗 所以它刚好会黏到这个地方 所以在2楼做屋顶才是对的 在1楼做绝对是错的 那屋顶可以删吗 可以 然后点击之后再删 删一下 然后它的墙面就会涨上去了 为什么 因为你刚才它被屋顶限制住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到2楼 所以不是所有东西都是画1楼 我请大家特别注意 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老师我在2楼 可是我什么都看不到 真的什么都看不到啊 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就是要来学这个 同学呢 你在这个地方往下转 然后它有个东西叫参考底图 那你这个给它切切看嘛 就是说假设我们也没有概念说 我要参考哪一个 参考一楼套用 有看到了 所以这里非常重要 我把这个结一下 同学呢 没有这个你画不出来的 你怎么知道 那个墙面在哪里 因为从2楼看不到1楼那里 所以同学呢 最重要就是参考底图的基准楼层这里 你切哪一个都可以 只要看得到都OK 好 那所以我把这个图结过来 就是我们的这个建立Rabbit小房子 下一个阶段是屋顶 我们都写好了2F屋顶 所以同学呢 想办法来找这个重点 好那找到之后就可以做了 那因为我现在看得到了嘛 所以我们才有办法 去制作这个屋顶 你看现在看得到 那同学呢 我们就把它围起来 用线 那这有线嘛 它有很多模式 我们做最能量的线 那这里只是练习而已 通常不用在意 到底要围多远 你就把它围起来就好 可以了 把它打勾 要不要贴附到屋顶 要喔 这个还是要 那这时候我们再回到3D看一下 它这个就合理多了 就是它把它包住 而且这个屋顶的高度是可以调的 你看这里 可动喔 你看 可以变这样 或变这样 就它斜度可以改 好 现在请同学呢 试试看成功的把二楼屋顶做出来 可是你可以先做一下一楼 你就知道为什么是失败的 画面好给你 那刚好同学的问题是说 为什么你在做的时候 他们有问要不要贴附 因为你的楼层线太高了 我们从这里看 这条线喔 它刚才有规定350 如果你很高的话 那你的屋顶就浮在空中 它自然就不会问了 那所以这个请同学 特别注意一下 好 那这个OK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门窗 门窗从哪一个地方做OK 从一楼平面就可以了 这里就可以直接来做门窗 那同学呢 你的门窗要坐在上面下面随便你 我当然是坐在有转折地 所以我门设计在这里 这时候同学呢 我们点击门 然后我不要用这些啦 这些都是音质门 我要用公质的门 载入族群 同学这个我给你了 你去找你这个到底放在哪里 这里有门 好同学呢 随便选一个 我要双开的 我要比较大的这个 这个比较接近我们这种 像一些豪宅的门 比如说 还有的是玻璃门 比如说是标准门 双开矩形门出现了 那我要放在这里 双开门 那这时候呢 同学呢 请点击的时候看一下 它可以转向 你这个门可以往内开 往外开都可以 我从上面下来 它就往外开 下面上来就往内开 我这个随便 那当然通常是往内开 等一下 你往外开会打到外面 这样 好这个门好 接下来窗 也是我们 假设我这里都给它建个窗 然后它预设的窗 都是这种音质的窗 不好 同学呢 我们再改一下 我在建立窗的时候 我都不直接用 门也不直接用 我们就用载入族群 同学去找窗 在上一页就有窗 找一下 有四开的 还有双开的 就是比较大 比较小的而已 比如说 所常见的那种双开窗 这种 好 那同学呢 好了之后 我们就点击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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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面就不用了 就这样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3D 门窗都好 有看到吗 这里 那这个东西不是它预设的 是我们用繁体族群载进来的 好 现在同学成功的载入 你需要的门跟窗 画面还可以 同学 同学我们从上面看下来 你至少每一页都 重点都做出来 第一页怎么开启样板 我们现在是到建筑而已没有错 之后会有结构样板 然后会有系统样板 电器样板 管路样板那些都会有 那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难力面切换 应该是基本的 你一定要会了 难力面一楼 好再往下看 滑鼠操作 这个同K的 你也会了 那这里小房子很重要 因为我们要切3D 就是靠它了 那这个同学 一样 左边面板不见了 你应该知道怎么办 把它叫回来 在仕途里面 那这里更重要 我们刚才历经呢 就是说我们做的东西 就是会从一楼往下 或一楼往上 这是关键 不管是柱子 不管是墙面 同学都要学会怎么改 这个是刚才说的重点 然后加选拣选 同学知道 就说我的东西呢 选完之后 要怎么添加 怎么相紧 就是怎么扣掉 就这两个 那建立类似的 我们在 刚才在过程中有做过 就说我 我们再复习一下 因为假设我要做一个墙 那你就按右键去建立类似的 那就可以去画墙 这是这个意思 这算是快速建某一个方式 因为我不用再挑啊 因为有的按钮很复杂 你现在看当然很简单 可是你做的类别一多 你其实也没有那么好找 这个很重要 同学呢我这个分享族群 这要特别介绍一下 它是繁体的 繁体的是绝对不会有问题 简体的问题 简体的都插不进来 通过刚才有看到 然后它是繁体版本 同学在 这个把它保存好 会一直用 那我们的小房子的话呢 刚才第一次拍照是这样 那接下来 你在二楼 你可能看不到一楼 任何东西 你一定要想办法 让参考底图让它秀出来 你这个也不用去说 我要切到哪 你就切到合适的位置 它就会秀出来 同学刚才有看到 好 那我们做出来的样子 大概是这样 我们今天早上 你如果这个做的不太顺 请跟我讲一下 我在协助你完成 相信同学做的差不多了 好 同学那我们早上的进度 就是先做到这里 下午就要开始进行更复杂的 你会看到什么 柱线啊 然后楼层线啊 复制楼层啊 这些东西都会一直出现 画面还给你 早上先做到这里 就让同学起个头 然后知道它的基本操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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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